好 再看到国防部长邱国正在国安局任职的儿子 爆出了这个桃色风波 那么邱国正今天也致歉对此立委王伟解读 这是邱国正不回避责任的态度 勇于认识详细状况把时间交给林晨佑 各位大家现场我们今天邀请到立委王红威来到了现场 委员早安 马德 早安 大家早安 所以我们要来看到今天国防部长邱国正亲上火线 来回应他的儿子染黄的这件事情 那么原先传出他来立法院是要请假 但是昨天一个转念 他就说他亲自要来立法院 然后跟记者之间执求对决 那今天邱国正现身致歉也一度哽咽 但是他说他不会来帮儿子救活 我想任何一个父亲 这个儿子发生这样的事情 都是一个蛮沉痛的打击 那更何况他身为国防部长动见观瞻 而且呢马上这件事情就立刻升高到 他是不是试任要不要留任的问题 那所以这几天的转环 我想也是他今天决定来到立法院 就是面对社会大众面对媒体 因为第一个他做口同请辞 这也代表说他是愿意勇于认识 就是对这件事情他没有回避他可能的责任 所以他跟蔡总统口同起词 那也在第一时间呢就被总统喂留 那喂留之后 那么这两天大家可以看到 整个的风向跟意见来说 除了绿营的立委之外 大家也可以看到比如说我啦巧新啊 他还有徐宇珍委员 我们都陆续发表说 其实我们是支持他留任的 那也许我们的理由不大一样 可是基本上我们都支持邱国正 应该至少留任到520之后 那所以 对之前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我觉得可能让邱国正也吃了一个定心丸 那他会觉得在社会大众 还是会把这个事情分得蛮清楚的 这个事情应该就是分做 他儿子他的买村召记 那么当然他可能自己本身负责的部分 要由他负责 或者他应该接受调查 就应该去做调查 但这件事情不应该去波及到 邱国正自己本身是不是要提前下台 以示负责的这件事情 对因为其实邱国正突然一个转念说 要来立法院进行这个备询 其实有一方面的说法来说 因为总统认为他应该要坚守岗位 所以邱国正可能觉得自己也必须要出来 亲上火线的来面对 但是我们回去再来追他的儿子的事件 就发现流出来的照片 背后好像会引起蛮多的争议吗 比方说怎么会在邱国正的办公室里头拍照 然后这个照片还流出来 另外还有一个是邱国正的儿子 手上拿着健保卡的照片也流出来 那么有媒体报导 这可能是视讯 疫情期间视讯问人的时候流出的 对我想这个爆料就是很不寻常 而且事实上很多照片 可能有很多大朋友已经在网络上看到了 那看起来我不晓得 我个人觉得有的部分应该是头拍的 那当然有几张照片 那个让大家觉得比较匪夷所思的 我认为最奇怪的张照片就是 这个邱国正儿子 邱国正儿子拿着健保卡的一张照片 那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场合 如果是如媒体所讲的 它是视讯问诊的时候的这个被截图 我觉得事情可大条了 就是你视讯问诊 怎么可能这种画面还会被外流 这个反而事情非常大条 那当然如果不是这样的状况 就是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形 会让邱国正儿子要拿健保卡来出事 然后证实他的身份 我觉得这一点也确实是需要厘清 那这一点是你被要挟吗 还是你有欠债吗 你还是有什么样的特殊的原因 然后要迫使你 你去拿一张健保卡 然后拍照 最后被人家留地 然后又流传出来 那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应该 国安单位去查清楚的 那另外当然 这个邱国文正儿子抱着可能 应该他的孙子 那旁边是他儿子 我不要旁边 另外是不是他儿子的太太 这我不晓得 还是女儿 我不晓得 那这样的照片 感觉好像是一个温馨的家庭照 那只是地点错误了 那地点是在他的办公室 那大家会觉得 国防部的部长的办公室 应该是不是会有很多的机密 那当然我觉得这个应该是 邱国正的一个疏忽 那这一点我觉得可以 让邱国正去做一些澄清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 一个透露着非常大的诡异 那个诡异就是说 显然是有点是恶性的恶斗 这个斗事实上是要把邱国正斗下来 那到底有什么样的事情 有什么样的阴谋 要让邱国正在520之前 就让他这么难堪 而且要让他下台 我觉得这一点倒是 我想大家都非常感兴趣 那事实上我觉得民进党 自己本身应该查清楚 因为如果你放任是这样的状况 说实在520之前会这样斗 520之后不会这样斗吗 搞不好赖清德上来之后 他们继续这样斗吧 那你这样斗的东西更凶 然后大家都只是在这个内部 政治的这个斗争 或者是抢位置 那真正的要帮老百姓做事情 或者一些扶国立民 或一些正确方向 好像就没有人在意了 对因为现在就是要追 到底是谁干冒这个非常大的风险 因为他儿子毕竟也是国安人员的身份 然后就把这些照片泄密 到底背后会不会有法律的问题 为什么这么急着要斗掉邱国正 现在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好奇 那当然委员特别提到 大家想要把邱国正换掉 然后现在又有传出新的国防部长的人选 520的人选 那么包含了前台委会主委李仲威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现在的国安会秘书长 顾立雄 又是顾立雄 顾立雄从一个律师 然后变成了金管会主委 变成国安会秘书长 还有可能来接国防部长 对啊 看起来顾立雄好像是百用 对不对 然后财经他也熟 然后这个国安他也熟 那我觉得我这样看 我觉得两种啦 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就是 这个赖清德曾经说 他的国防两岸的这个政策呢 会延续蔡英文的路线 也就是说是蔡归赖随 那现在看起来呢 好像这个赖清德自己本身 国防外交的这个人啊 他的人才事实上是缺乏的 这可能也是过去蔡英文 并不让他去碰触这一块 所以所有民进党里面 国防外交人才都是蔡英文的人 那所以如果用了这个顾立雄的话 那么事实上这证明一件事 不但是蔡归赖随 变成蔡人赖用 就是说蔡英文的人 赖清德只好继续留用 因为他也没有其他的人 可以担当这些重任 不管是国防或外交 那么另外一方面 那顾立雄就是一个文人部长 不要说他跟过去 他虽然有当国安会秘书长 可是他跟国防防务的部分 事实上过去是 是完全不搭嘎的 那我是觉得就是说 如果在成平时期 用一个文人部长 来建立一些制度 因为有时候这个真的军方出身的 你要让他去做一些改革的事情 可能爱手爱脚 有军中同袍的这些顾忌 那让他去做一些制度改革 可是我觉得现在的状况是 两岸事实上是一个 非常的这个 对 敌一螺旋 而且感觉呢 这个是兵凶战危 好像战事一触即发 那更不要说 现在有关于第一级的定义 一直在修正 那什么时候可以做第一级 那这个如果今天是一个完全国防外行的 而且不是国防出身的部长 我觉得对第一个 对军中的士气有没有帮助 第二个未来你的这个下达军令 会不会有误差 那你知道吗 常常这个失之好理啊 就差之千里 而且更何况这个可能一下就引起 这个战事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去用一个文人部长 我个人会有比较大的疑虑 没错还是赖经理还是等要深思一下 虽然点名是点名而已 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委员的宝贵时间 谢谢委员 好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 这一整个国防部长邱国正 他的儿子染黄 那么今天邱国正是青上火线来致歉 他说呢 虽然是家人 还是会给他支柱 但是绝对不会帮他来救火 那么也展现了一个国防部长 一个军人 他的硬汉 就直接站出来 直求对决 但是另一方面点名的接棒人选 孤立雄又在名单里头 现在蓝莹也对此 对一个文人部长 也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个疑虑 也就是我们这一节的国会最新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美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